地球之友在2月至3月比較了122個有造和沒有造廚餘分類的家庭 使用垃圾袋的情況和落實垃圾收費後的經濟影響 發現有造廚餘分類的家庭 每個月使用的垃圾袋比一般家庭要少六成 如果需要按量收費的話 每月的垃圾袋開支亦比起沒有造廚餘分類的家庭少18元 地球之友建議當局未來推出垃圾收費時 應該同時提出建立廚餘回收系統時間表 有助減低市民對垃圾收費增加經濟負擔的憂慮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譚宇宙報導